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圓圓就看到对象车道上的黑色摩托车 不断闪着红灯 一次想要左转 之后约往内线车道切 但没想到下一秒就遭到后方摩托车 追撞的上来 骑士最后不治身亡 这部车赶紧到场处理 重新回到现场可以看到 骑士道路是相当的笔直 而当时旅同学就是要从这个路口转弯过来 却不小心搭乘把后方的同学 互相对撞 死亡车祸就发生在13号凌晨4点多 五名大学生相约一起前往北海岸夜游 其中一名十九岁的旅姓同学 一次是打算在行经知名肉粽店时 要停车买肉粽 但不晓得是不是没有沟通好 当他慢慢减速 准备左转道肉粽店时 被后方刹车不及的同学追撞 造成双方都受众伤 而旅姓同学头部受到重击 送一后还是宣告不至 旅游外侧车道变换至内侧车道 肇事责任警方目前正在调查理清当中 虽然还在调查 但其实每个路段都有道路 速线 探开地图来看看 台河线三十点二K处到二十九点五K处 速线六十公里 三十三K处到三十点二K处 速线七十公里 而车祸地点刚好就在速线转汗处中间 谁也没想到同侪之间开心出游却 发生憾事 华智经文 众和良 潘建润 新北报导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